成大建筑团队采用大量资源回收在利用的绿色建材 并且透过了空间的设计 有效降低空调和采光的耗电量 打造出全球大学第一座雅热带绿建筑教育中心 同时也标榜是台湾第一座零碳建筑 更重要的是这座号称绿色魔法学校的教育中心 一平造价不到9万块钱 与一般建筑差不多 打破了绿建筑造价昂贵的刻板影响 户外的生态池和绿化工程 还在赶工 不过建筑物的内部已经大致完成 成大制作号称绿色魔法学校的绿建筑教育中心 预计明年1月正式启用 不过参访团体络绎不绝 因为它是特别针对雅热带气候而设计的绿建筑 而且从原料到设计新建 百分百台湾制造 容纳大量观众的演讲厅通常是大学教室里最耗能的空间 可是这里透过前后两组对流风口 让演讲厅一年里至少有四个月不用空调就能保持通风 间接光源的设计不止让每个座位亮度平均 还能节省三成的耗电量 陈大建筑系教授林献德也是台湾绿建筑专家 他认为理想的绿建筑从使用的材料到后续的使用维护都应该要节能 而从绿色魔法学校的新建经验证明 绿建筑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 只是台湾缺乏奖励机制 每坪是八万七 那八万七就是现在一般的市面上的造教是一样的 所以社会上应该有一个机制就是 对于这些高效率设计的建筑师或是投资者 政府应该大量给他补助 除了建材大量使用回收材料 室内装潢也全都是绿色商品 包括玉米做的地毯和宝特瓶抽杀制作的窗帘 绿色魔法学校以实际的成果证明 环保其实距离生活并不遥远 记者中文 陈显坤 台南报道